京剧有四大花旦 流行乐有四大天王 古历史有四大文明 静代史则有四大家族 你知道好小说也有四大要素吗? 欢迎来到创文云端讲座 我是创文同工资恩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张赫老师 与我们亦游美国女性作家奥康纳的短篇小说 《圣灵的殿》进入小说世界 一窥文学殿堂之美 我今天带给大家的 就是关于谈小说的四个要素 但这个四个要素是老生常谈 并不是多么新鲜的 但是之所以还特别把它提出来 是因为我们无论是读小说还是写小说 其实关于好的小说 还是有它的一个标准的 尽管这个标准呢 每个人可能会见仁见智 会不同 但是呢不可否认 总有一些普遍的标准 仍然是存在的 所以今天我也特别要给大家 带来这样的一个分享 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一个好小说 它究竟会长成什么样 如果日后我们有机会来创作 我们可以有怎样的一个普遍的范式可以遵学 奥康纳 他呢 活的年龄其实很短 他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 但是他开始写作的时间其实是很早 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记日记 他在日记当中呢 写了大量他所观察到的他人的生活 也剖析自己的内心 我们都知道呢 他是一个天主教徒 他有很好的灵修生活 也有很深度的祷告生活 他把这样的对于信仰的一个思考 和经历都很好地融会到自己的写作当中 只是呢 他的写作很多的时候并不让人愉快 原因是奥康纳在某种程度上 他呢 是正如他自己所说 信仰在他的心中是如此的真实 也如此的尖锐 也如此的圣洁 他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人配不上几分心 因为我们常常并不是真实的信 也不是真实的遵循 如果不真实倒也罢了 很大程度上人们是以为自己在真实的信 也就是身在一种虚伪的虚妄的一个寻求当中 却以为自己是真实 这个方式恰恰是奥康纳所反对的 所以当他在写作自己的短篇小说作品 包括他的几部长篇作品的时候 他都有一五亿的设计的主人公 都是带有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对信仰本资的能力 但是他们不见得都是成年人 有的时候恰恰是孩子 圣洁德殿写的就是一个十二岁的无名女 作者是从他的视角来观察 他在两天一夜之间的外部的生活和他内心的信仰经历 那我们可以说这个小说只从故事梗概来说 是非常简单 简单到了用一句话就可以讲述完 中间的似乎也没有什么波澜 一个十二岁的无名女孩 在两天一夜间的生活与信仰经历 这就是这篇小说的内容 我们很多的时候写小说容易落入两个误区 一个就是过度的追求情节的波澜起伏 但是短篇小说有的时候波澜起伏当然是可以追求 不是错误 但是为什么说它还是个误区 是因为如果你只追求情节的波澜起伏 你有的时候可能会忽略生活当中其他的小事 而奥康纳的圣灵的殿 其实写的就是一件小事情 它没有那么强烈的波澜起伏 它和香料不一样 和莫伯桑的香料是有着一种情节构建上的 很大的不同 第二个误区呢 就是我们好多的时候 是挺在乎小事 也不追求情节的波澜起伏 但容易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我们写的特别没意思 写的特别的枯燥 苍白 原因何在呢 就是我们赋予它的一些思考的深度是不够的 在这篇小说当中呢 我们刚才讲的它的故事的梗概 那我现在呢 简单的说一下它的人物角色 任何一篇小说都一定是要有人物的 虽然当年法国曾经流行过新小说 他们当时在做这种新小说的实验探索的时候 曾经试图把人物取消 像罗伯格里耶 他会特别的写一幅墙上的话 他用写小说的笔触和修述方式 来写一幅墙上的话 写下来呢 当然是也很短的 他写下来呢 会让人感觉到一点震惊 但是呢 这只是小说的一个实验 在小说史上是有地位的 作为一种小说实验呢 也是一个新奇的探索 但他无法持久 也无法普及 他只能是作为一个尝试 日后呢 作为一个标本 留在文学史的博物馆里 他没有办法普及 是因为他里面的人物 是画上的 是死的 他没有性格 没有人物之间的一个情感 之间的联系 也没有变化 而这个在小说当中呢 却是很重要 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灵的店 他是怎样设计人物的形象 同时呢 也出现了哪些人物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这里面的主角呢 就是一个12岁的无名女孩 那当中呢 会有会决 就是他的妈妈 还有同龄的表姐 这是他很重要的 可以在小说当中 如果说角色的分配的话 就算是他的主要的对手 他的妈妈就是他的帮手 那这两个主要的对手 他的表姐是苏珊 与乔安妮 这两个女孩子呢 比他大两岁 他们呢 在小说当中出现的时候 是一直在修道院学习 然后呢 到周末的时候 被这个无名女孩的妈妈 接到家里来 度一个周末 在小说当中的这个无名女孩呢 就在暗中观察这两个表姐 对他们的评价是极低的 认为他们是白痴 是傻瓜 认为他们呢 总是喋喋不休 却没有什么真正的思想 然后呢 他们一门心思的想和男孩子约会 他觉得他们实在愚蠢 所以这是他对他们的一个评价 从他的眼光看的 然后在小说当中还出现了 妈妈呢 邀请邻居的两个男孩 来陪伴这两个女孩 一起去参加一个周日的 游乐场 周末的一个游乐场的这个游览 同时也请他们一起 给这两个女孩呢 吃晚餐 这两个男孩呢 就是温德尔与柯里 和这两个女孩的年龄差不多 都是青春期的孩子 他们对于男性 女性之间的这种的交往 还都很羞涩和拘解 但是也都有一种渴望 想要了解对方 想要呢 变得像成年人一样 那在无名女孩的眼中 看来他们通通都是愚蠢的人 只有他自己很聪明 然后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是双性人 他在游乐场当中呢 是一个小丑 他的存在呢 主要呢 是两个表姐 在游乐场里看到了 他来展现自己 为何是被称作双性人 那变成了一个谜 而这个谜呢 恰恰是无名女孩 听了两个表姐的夜里的谈话之后 急切地想要知道 但是最终呢 他也没有弄清楚 此外呢 还有一些 更附属的配角 比如说司机阿伦佐 家庭教师科比小姐 还有一个喜欢科比小姐的妇农 七腾 还有厨师 还有两位修女 这些人物的出现呢 他们在短篇小说里面 占了一定的篇幅 但是作者呢 很好的来设计 他们的存在的方式 就是 设计他们出现 但是赋予他们呢 用一两句话 赋予他们很突出的特色 有存在的一个特点 使你呢 不会忘记 这是短篇小说当中 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 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只写了几个人 比如说项链里面 重点的人物只有三个 顶多有一个这个附属的配角 就是女仆 但是对女仆 琢磨是不多的 但是圣灵的店里面 我刚才说了一下 大家就会发现 出现的人物很多 你们在看PPT的时候 就能够发现 他出现的人物很多 但是人物呢 你是能够记得住的 原因就是 小说家在写每一个人物 虽然都是料料几笔 他却赋予了人物 以足够的鲜明的特点 给予他们的这个 语言表达 也是非常的 具有个性的 所以大家在阅读小说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关注 也会看他很清楚 那我们继续来看呢 说小说当中呢 他还有室内和室外的景观描写 小说里面是一定要有景观描写 无论是多还是少 为什么呢 因为人是生活在一个空间当中 人是有限的 空间当中的有限的存在者 那么他所存在的空间 很大程度上 会意味着 也会暗示着人物的性格 人物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小说的室内和室外呢 就包括 比如说 他是先从家中的餐厅开始 餐厅厨房卧室 然后呢 室外呢 就是游乐场 树林 池塘 这都是孩子的眼中所看见 还有呢 女修道院 修道院里的院落 修道院里的走廊 还有她的礼拜堂 还有呢 他们从修道院里出来回家 路上的牧场 森林和天空 这一切呢 都是从无名女孩的眼中看见 那么在她眼中所看见的这一切 都显示了她的一个选择 就是她为什么会看见这些 她看见了这些 她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个认知 包括呢 她对于景色本身的一个畅想 幻想 思考 她都赋予了 他们的一些寓意 这些寓意呢 其实是小说家所赋予的 那这是我们在谈到景观 提供给大家一个视角 这篇小说呢 如果从主题的寓意来说 其实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 它写的就是 我们的日常生活 是判断信仰真伪的实经史 为了表达这样的一个主题 小说呢 提供了 赋予了一个 很独特的风格特色 就是反讽 不是每一篇短篇小说都具有反讽 但是这篇小说是具有很强的反讽力量 反讽的这个创作特点 通常带给人的就是不愿 令人不悦 也不容易迅速的理解 它有它的规则 所以有一些好小说 你看第一遍的时候 一定是看不懂的 如果你第一遍能看懂的小说 大部分都不是一流小说 好小说一定会让你读第二遍 因为你第一遍没看懂 你一定要再读一次 要弄清楚 它究竟在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好小说一定会流出这个思考 和重读的空间来 它不会把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故事都讲清楚 也不会把它的主题 说得那么明白 甚至很多的时候 它的主题实际有多异性 我此刻提供给大家的 这个主题的寓意 也只是我作为读者 提供的一个阅读的视角 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唯一的 你当然还可以从中 可以分析出其他的一个主题的寓意 而且我相信只要你 合乎小说本身的逻辑 你给予足够的论点 论据 那你这样的一个主题论点 是会成立的 但是只从它的一个风格特色来说 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反讽 反讽所带来的这种小说本身的力量 它会让读者们 不只是有一个阅读的快感 甚至有的书让你没有快感 它是挑战你的思考 就是它让你面对一个小说 你不由自主的要感慨说 我竟然没有读懂 我要重新回去看它 然后你才能够知道作者要传递给你的是谁 而这样的一读再读 通常是非常值得 你将不会错过最好的小说 好想说的四个要素之一 是情节 我刚才前面已经提到了 说情节呢 不一定都是特别紧张 波澜起伏 但是如果是写 看起来没有小事的情节 通常需要你把故事讲得有趣味 这个趣味呢 有的时候也跟你的文字功夫是有关系的 让人愿意读下去 还有呢 就是你的人物也是有性格的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情节 圣灵的殿里面的情节 大概是有这么几个内容组成的 第一个呢 它都是日常小事 我们在PPT上可以看到 日常小事里面呢 包括吃饭聊天 母女的对话 然后她偷听呢 她的表姐妹和两个男孩的对歌 因为两个男孩呢 是新教教徒 两个表姐妹呢 是在天主教的修道院里 他们各自呢 都对歌曲赞美诗 都有训练和学习 所以他们呢 就是拿自己的唱的赞美诗 来彼此试探 然后呢 进行一个 类似于像我们今天所谓的破冰游戏一样 能够让彼此认识和交流 但也恰恰的是这件事情 她所唱的内容和她唱的人物的那个状态 是作者特别要表达她反讽的一个环节 那日常小事里面 还表现的是 那几个孩子晚上都要去游乐场 因为周末的游乐场 是开放给所有人 但是呢 无名女孩呢就拒绝通信 因为她认为他们都是傻瓜 她不想和他们在一起去 她宁肯留在家里面 通过幻想来想象那个地方 因为反正她上周已经去过了 就表现出她的一个性格来 在这个日常小事当中 然后呢 第二天是她和妈妈跟着司机 一起把两个女孩呢送回修道院 然后在修道院里 她有这样的一些行动 但是这个行动 更多的是内心性 所以圣灵的殿的情节设计当中 第二个部分就是内心性 内心性呢 从头到尾都有 因为一直都写无名女孩 她的一个从她的角 视角 从她的视角来观看周围的人和事 尤其观看两个女孩 两个表姐妹 在她和妈妈面前 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 在那两个男孩子面前 有什么样的表现 他们回到修道院 有什么样的表现 那女孩呢 在这个内心性里面 大部分都是属于暗自嘲讽他人 然后呢 她不和别人一起去参加游乐场的游览活动 她一个人坐在家里面 就是祈祷 她认为自己是一个信徒 她就要祈祷 虽然她觉得自己在祈祷的时候 经常是时常就会流浩 她经常呢 会有一些幻想 其中这些幻想呢 她就幻想自己成了一个圣徒 虽然呢 她在她12岁的时候 她已经想过很多 日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比如说日后要当个医生 日后要做个工程师 但是后来她想 最好的是要做一个圣徒 因为只有圣徒 可以把医生和工程师 这样的职业都包好过去 但是她又想到 她从小到大听到的故事 她觉得圣徒 做圣徒太难了 难在哪里呢 因为做圣徒是可能殉道的 她就想殉道太疼了 她恐怕忍受不了被狮子撕碎 她也忍受不了呢 被这个点燃 也许的沙头还容易一点 因为沙头呢 会是一次性的完成 所以这是一个孩子呢 在她从小听到的 主日学的故事 留在她心中的印象 然后呢 她在一个人的时候呢 就来幻想 所有的这些成圣的情景 但是这个当中呢 你能够感受得到 她对成圣并不了解 不明白那意味着什么 所以她只能把她当作 自己幻想的一些情景 然后呢 在内心戏里面 还包括呢 就是她的梦境 在半梦半醒当中呢 她有一个 在半梦半醒当中呢 她有一个 梦中的 仿佛也参加了 游乐场的那个 看戏的活动 这个看戏的活动呢 就是看那个双性人 如何来展示自己 是一个双性人 其实呢 她完全不知道 她不在现场 她也不懂 因为这个呢 是涉及到性的问题 她不了解 在梦中所看的这个戏 是她不了解 所以呢 她就只能是在梦中去看 因为她不在现场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看见说 这个女孩 她是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人 在梦境 这个梦境的设计 充分的体现了 作者的一个反讽的思考 就是信仰对于普通的民众 对于这个女孩 对于当时看戏的那群人 究竟意味着什么 所以梦中看戏这件事 其实是这个小说的一个高潮 那等到第二天 他们去修道院 女孩子呢 进入这个礼拜堂 参加了主日的Misa 那么Misa呢 天主教的Misa 也是要这个喝葡萄酒 他们应该是喝葡萄酒 然后呢 也是要吃这个饼的 在此之前 每个人都要忏悔 那么 他是真的忏悔 因为他觉得 他好像配不上 这么神圣的 圣体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 喜欢说谎的孩子 顶撞母亲的孩子 不听话的孩子 一个呢 做很多的事情 都和别人找别扭的孩子 他唯独感觉到 自己内心 是有安慰的 是当 头一天晚上 当两个女孩 表姐和表妹 互相称对方是圣殿甲 和圣殿乙的时候 那他能够知道说 会有这样的一个词 说 你就是圣灵的殿 我们就是圣灵的殿 他就觉得 这是最美的一个表述 所以这个表述呢 让他心里面 始终生发出来 一种神圣的向往 所以一直到 小说要结束的时候 再一次提到圣灵的殿 他就发现 不止他是圣灵的殿 那个双性人 也是圣灵的殿 这个部分呢 当小说家 写到这儿的时候 我相信 这也是他的一个 很大的悲逆 是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 孩子的思考 来表达 而孩子在这个 泥撒上 泥撒的整个过程当中 他的一个忏悔 是如此的真实 而且是如此的深容 恐怕是超过 在场的很多人 至少是超过 他的表姐妹 因为 他的心 是被信仰的圣洁 做牵引 在这个情节的设计当中 我刚才说到 他也会有自然景观 黄昏 云色 太阳 落日 森林 等等 这个也是情节设计当中的 一部分 就是我们知道 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 电影当中呢 你会发现 不完全都是人物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空镜头 可能会俯瞰一个城市 从黄昏到滑灯初上 到夜晚 到所有的灯慢慢的熄灭 然后可能镜头就摇上天空的月亮等等 这就是空镜头 空镜头呢是城市的景观 自然的景观 它表明的是一种叙述的一个中间的 像我们标点符号一样 它是有它的一个战时的停顿 那自然景观呢 也是情节设计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大家写小说的时候 要关注景观的描写 当然呢 景观的描写不只有自然景观 也会有人的人文景观 好 那么圣灵的殿里面也提到了细节 这个情节的设计当中 细节是占非常大的篇幅 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如 无论你是写人物聊天 还是写它的内心细 还是写呢 还是写自然的景观 人文的景观 细节都是不可缺少 细节的描写呢 尽量的要包含 五官的一个感受 比如说 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触觉 还有心理感觉 能够把细节写得真实 扎实 生动 让人有印象 一定是和人的这个感官 和心理的感受相关系 所以在这一点呢 我们说 好小说的要素 关乎于情节的时候 其实它不只是一个情节的 启程转合的设计 它包含了它的很多的丰富的细节 那我们在这个当中 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观察能力 那我下面要重点的讲就是 好小说的这个情节设计 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 第一 未必呢 一定都是外在事件的 跌宕起伏 日常小事也可能是 杯水 生波兰 所以在这个当中呢 大家要尽量的避开 就是一定要费力的设计那种 不见得是很真实的 但是你一定要让人物进入一种波兰起伏 这样的一个情节转折当中去 这种设计呢 不是不可以有 但是一定的设计的巧妙 如果你设计的不够巧妙 你就不要呢 生来应成 不要很费力的去达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因为杯水车 生波兰 日常的小事 它也是我们短篇小说要写的内容 只是呢 写作的时候呢 你要学会怎样的能让你的小说 能让你的小说表达的有趣味 是真实的 是可感 是能够让人读得下去 那好的短篇小说呢 它情节虽然不一定都是波兰起伏 但它一定要有启程转合 因为启程转合啊 它是一个小说 一个完整小说的标志 就是它一定要有开始发展高潮和结局 当然了 我们所说的这个开始 它不一定是开头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小说啊 可以从结尾开始写起 你这个结尾就是你的开头 就是你开头的那一句话 就是某某某死了 这是它的结局 你最后可能要写 他为什么会死 他这一生究竟度过了怎样的一生 那这个呢 可以算是一个开头 但是呢 你是倒着写 所以小说呢 是可以有各种的插序 倒序 来作为它的开头 但无论有什么样的开头 这件事情都是要有开始 我们都要从头看 它是谁 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所以这当中呢 就涉及到 你对一个小说的情节设计 是要有起重转合的 也就是它一定要有高潮 即使是杯水升波兰 那个波兰也是要有高潮 像我刚才说 圣灵的殿当中 无名女孩在梦中看戏那一场 就是她的高潮 因为那个可以说是 充分的表现了 作者 是如何来看待 我们的信仰 并且呢 也是用一种反讽的方式 来让我们看见 我们的信仰是何等的去 小说情节当中有起重转合 这个起重转合 起重转合呢 可以插序 可以倒序 也可以概述和系数 但是呢 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缺少 因为你缺少的时候 会让这个小说显得不完整 包括你结尾 都可以是开放式结尾 但是一定要有结尾 那这个当中的情节设计里面 特别要注意的第三个 就是情节 细节 第三个 就是细节要扎实 要形象化 这样我们前面说的 什么叫形象化 你要充分的调动五官的感觉 然后呢 让读者呢 在读的时候 就仿佛他都能闻到 那个气味 能够看见 那个人物的动作 表情 能够呢 触摸到 当时的 周围的一个环境 所带来的 软硬 或者是呢 感受到 他是温暖的 还是寒冷 而这一切都是需要通过细节 提供 那要让场景呢 心力和动作呢 来说明 如果你做到这一点 其实你就 不会轻易给人物呢 贴上标签 就是作者 不要给人物贴标签 但是作品当中的某个角色 其实是可以 但是其实呢 作品当中的某个人物 是可以给其他的角色贴标签的 就像无名女孩 不断的 不断的在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 认为他的两个小表姐 都是愚蠢的女孩 因为他没什么思想 一门心思只想和男孩子约会 他觉得他们特别没出息 然后呢 他也觉得那两个同龄的男孩 新教教徒 他们说他们日后呢 是要去教会呢 去做牧师的 所以他晚上在祈祷的时候 他就说 啊神我感谢你 你不需要让我去教堂里去做牧师 他认为那也是非常愚蠢的选择 这都是呢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提供的一个认知 但是这个认知呢 一方面是作者 借助人物 给人物贴标签 表现无名女孩的性格 因为他是认为自己很聪明 另外一方面 也是作者呢 要通过人物所贴的这个标签 引在的表明他的价值观 所以情节的设计 和细节的呈现 在写作当中 我们要精心 甚至要苦心积虑 你要考虑好 写小说写作 真的不那么容易 我们很多的时候 可以写很好的孤道文 可以写很好的散文 可以写很好的诗歌 但是想把小说写好 真的是要花些功识 也要下一些功识 而且要有对生活 和对他人 对这个世界 包括对自己 一个很好的观察 这种观察呢 是既要自然 又要超然 什么意思呢 自然就是 他一定是真实的 不是概念化 不是你脑子里面 想两个人的说话 那个人呢 他是 这个总是微笑 另一个人呢 总是不笑 然后微笑的人 就一定很温柔 那不笑的人 就一定很严厉 其实有的时候呢 微笑的人 可能真的是两面三刀 内心反倒是很严固 那不笑的人呢 可能内心反倒是很温柔 而这些呢 都是需要我们通过观察 要有一个合适的描写 一个有深度的认知 你才能够写出来 那超然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观察人物 包括观察我们自己 我们都是要 既要投入 同时也要随时的 抽身出来 否则的话呢 你会被人物 包括呢 对于被世界 他们有过多的 琐碎的地方 你会被带跑 所以你要有一个超然的 脱离出来的态度 你才能够 很好的归纳和重见 关于情节要素的 第二个方面 就是人物 我刚才说 任何的小说 都是要有人物 那圣灵的殿呢 她对于主角的设计 我这里面重点的谈 我们小说的主角的设计 圣灵殿的主角设计呢 是一个12岁的五名女孩 就是她的年龄 她的性别 那她的性格特点 她是叛逆的 是刁钻的 是懵懂 喜欢编枭话 喜欢幻想 天马星空的幻想 同时呢 她又是很自信 有这个 很好的观察能力 动察力 孩子的动察力 我有时候说 其实孩子 是要比大人 很多的时候 看事情 能够看得更清楚 因为 他们心里面 一旦呢 没有功利目的的时候 她能把问题 看得很清楚 所以她有 很好的洞察 但与此同时 她是作品当中 特别 与众不同的一个孩子 包括和她的妈妈 都不一样 就是她有 很好的自信 而且她愿意 爱你 小说里面的人物 一定要有个性 有个性的人物 才容易被人家记住 所以我们说 好小说的人物 这个人物 一定是丰富的 正如我们前面说 关于这个情节 好小说的这个情节 它是多方面 它不一定不烂其福 但是呢 它一定要有启程转告 在小说当中的人物 它不一定是完美不缺 但它一定要性的东西 所以我们说 好小说的主角设计 第一个 就是它可以不限年龄 不限性别 但它一定要真实 它应该是一个 有缺点的人 一个普通人 当然它的职业 也可以有各种各样 类似于我们所说的 你当然也可以 一些所谓的伟人 但是呢 任何人 只要它是人 它是被造物 它一定是有缺点 它是有软肋 它一定是有限的存在 所以我们在 设计人物的角色的时候 尤其是主角 切记设计 一个完人 不能把它写成完美的圣图 因为不存在 没有完美的圣图 它不存在 它是这样的人的存在 是虚假 甚至是可笑 而且呢 也可能就是虚伪 因为每个人的存在 它都会有它的有限性 这种有限 就表明了人性的弱点 我们每个人 当我们对自己 观察的多的时候 我们就越发的知道 我们自己是何等 卑微 何等的有缺陷 何等的不完全 不完美 所以我们写作的时候 应该特别关注到 要小心 不要写一个 完美无缺的主角 当然 也不要写一个 一无是处的人 毫无优点的人 他同样也是虚假 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人 因为人性本身是负责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好小说的主角 设计第二个 就是人物的性 要丰满 要立体化 它不是单一的 不是片面 在这个当中呢 它是需要 我们对于人性 要有一个更深刻的认知 这个主人公 你会发现 其实他的性格 本身 他始终呢 都是表达的 是他的 无可奈何 他的被捉弄 被一种 无名的力量 被捉弄 在一种 无名的力量 控制之下 他被捉弄 他 始终在努力的突破 但他最终 只好无可奈何的 接受 他的悲惨的结局 所以从这里面 我们能够看到 如果你的小说 写的 你所追求的 不是一种 现实主义的风格 那么 你当然是可以写 片面的 单一的性格 但是你要小心 这个小说的风格 就一定是 具有预言类 象征性的 或者是一些 喜剧性的表述 他对于写作 者们有另外一个 难度的要求 因为象征性的 和预言性的小说 他要求你的 这种哲学的思考 包括如果你还 很想写 跟信仰有关系 那你的神学的思考 都是要有一定的深度 他很考验 你的思想深刻度 所以真的不是 谁都能当他 那么还有一类呢 是喜剧类的作品 但是这种喜剧类的作品 不见得每一个 也都是说 人物是 片面和单一的 他只是有一部分的作品 通常呢 是过度夸张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 比如像莫里埃 他写的这个 吝啬鬼 这个喜剧的时候 他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只有吝啬这一个 性格层面 但是呢 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们的人物 不应该是扁平 原型的人物 通常呢 他才是 在我们生活当中 才是真实存在 而且是普遍存在 也就是 我建议大家在 写小说和读小说的时候 对于一个人物的 存在的状态 尤其是主角的存在状态 我们要有一个 合理的设计 那么好小说的主角设计 第三个呢 就是人物从始至终 他要有变化 尤其是主角 一定要有变化 这种变化呢 可能是他外在的 比如说他从前是一个 这个 身份比较低的人 然后呢 经过这种努力 这种成功学的 一个推动 到了小说结束的时候 他终于呢 攀上了 自己想要达到的位置 这是一种 败在的变化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 人物的变化 是在内心深处 比如说他可能性格 从前呢 是懦弱的 结尾的时候 他变得刚强 从前呢 他对自我的认知呢 是狭窄的 他结束的时候 他更开阔 从前呢 他对于别人 对待这个世界的 一个认知的方式 他是狭小的 到结束的时候 他能够 有一个更好的包容 包容度和接纳度 像圣灵的店里 我们会发现 无名女孩 她先前呢 是拒绝所有的 她看不上所有的 但是呢 在小礼拜堂 有了一个 真实的忏悔之后 她就会有改变 这个改变呢 如果你看小时候 你会发现 她进修道院的时候 有一个修女 跑过来抱她 她拒绝 她不允许 对方拥抱她 她宁可能 握手的方式 很冷淡 但是呢 等到结尾的时候 他们要离开了 有一个身材 丰满的 兄弟 跑过来 拥抱她 她就 很 顺服地 接受了 对方的拥抱 这就是一种 变化 也就是说 她的祷告 我们也可以说 她的忏悔 得到了上帝的 这个回应 真的改变 她的心 变得柔软 所以从这个小说里面 我们能够看到 人物的变化 是好小说的 一个标志 如果你的小说 写这个人物 从始至终 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小说呢 往往容易变得 过分地平淡 就缺少 足够的意义 所以我们做一个小节呢 就是 好小说的 主角的存在方式 和它变化的原因 往往能代表着 小说的价值取向 也会 揭示它的主题欲 所以 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一个 写作者 要对主角的设计 要更下功 要让他是一个 真实的 丰满的 有缺点的人 也是有一个 有变化的人 如何能够 写出这样的人物来 他需要我们 对认识自己 更清楚 我们对自己 认识到 什么样的深度 什么样的广度 我们才能够 把人物 写成多么的真实 具有什么样的 深度和广度的 也能够更真实 更丰满 这样的人物 好小说的要素 之三 就是情感 任何一篇小说 读完之后 都会激发 我们的情绪 让我们情感 会有一些变化 那好小说 不见得 每次都是 让我们得安慰 也不是每一次 都让我们说 心里面特别的欢喜 不一定 好小说 有时候带给你 就是一种 非常尖锐的挑战 它会迫使你 不得不进行思考 迫使你 你必须得接受 那并不平安的 并不安慰的 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说 好小说 不一定都让人愉快 圣灵的电所体现的 这个情感 有它的真实度 也有它的尖锐 和悲悯 但是这一切 我相信 你在读第一遍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体会得到 你一定得读第二遍 甚至第三遍 甚至多次的时候 你才能慢慢的 理解说 原来 作家是这么想的 原来他是这么思考 原来呢 原来他对他的人物 是这样的一个认知 那 这篇小说 能够带给我们这种 真实尖锐和恩 它让我们也能够 很 一多次阅读之后 你能够 领会到 作者的一个思考的深度 就是 我们如何来面对自己的心 如果你真是有一个信仰的人 你的信仰是真实 你活出来了 你真按照 这个信仰的圣洁 去寻求这种圣洁 并且 努力的让自己去活出来 你的信仰的真实度 究竟是你以为的 还是一个事实呢 但你会发现 如果你不进行这样的剖析 你可能读第一遍的时候 压根没有感到他在一起 为什么 就是因为写作者 在进入他故事的情感的时候 他没有呢 进行这个主题 现行 尤其呢 没有强行的 把他的人物 变成他的传生图 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词 他没有强行的植入 信仰的广告 这是我们写作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的地方 我们大部分的写作者 因为心里面 认为我自己 有很多的深刻的思考 我有很多的 对于世界 对于人生 有很多的说法 我要传递出来 传递出来的愿望 当然是好 而且呢 我们很多的思考 也不见得是 没有价值 可能是很有价值 但你怎么传递 既然你不是写不道文 不是写一个散文 不是写灵修文 而是要写小说 那你就得学会 把这样的一些思考 藏进你的人物的里面去 那么这个当中呢 我特别想提到一点 就是呢 动机与心态 小说的要素之三 情感 很重要的一点 是我们的情感 要真实 如果你写一篇小说的 主要目的 不是为了表现人物 他们的一个生存的现状 他们的思考的 那样的一个 所关注的一些思考点 不是关于这个世界的 存在的状态 渴望 而只是为了炫耀你自己 炫耀你是一个多么有深度的人 那么这篇小说 情感的真实 一定会被虚弱 原因就在于 我们一旦有了一个 想要炫耀自己的心 想要炫耀才华 想要炫耀自己的深刻 我们就一定会在作品当中 包括在文字表述上 会不由自主的 有一种交融 躁度 会故作深刻 这个是一定会出现的 所以这么多年 我很多的时候 做评委也好 作为编辑也好 我收看到大量的稿子 经常都有一个感慨 就是 我读 都不需要完全读完 你大概读它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的时候 你就对这部作品 有着深深的厌恶 什么原因 就是不诚实 没有人喜欢 不诚实的东西 无论是听别人说话 还是看别人写作 这种不诚实 不是说你写的是一个虚构的 东西它就不诚实 很多人都有本事 把一个虚构的东西 写得很真实 圣灵的电就是 一个例子 而是说你的情绪 情感 你的文字表达 是不诚实 这种不诚实 这种虚伪 是因为写作者 过分的想炫耀 自己的与众不同 过分的想要表达 自己的才华和意 而所有这一切 都将在你的文字 你的人物身上会出现 你的文体 就一定会变得娇柔造作 然后情节 就一定是身边映造的 你的人物呢 也一定是 特别的虚假 令人厌恶 因为他们没有情感 他们只有喋喋不休的 做写作者的传声图 再说 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绝不可能说出来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写作者的动机不纯 我们写作的时候 你有才华 你有思想的深度 当你没有主要的是要表现这个 而是将你的眼光 放在你的人物身上 放在你的人物所经历的悲惨 或者是荣耀 正如一个正面的人物身上有缺点 一个负面的角色身上 也会有优点一样 他们都是彼此参杂 当你能够很好的把自己一切 很丰富的 真实的 而且带着那样的一个思考 和你的同情心 表述出来的时候 你的才华 你的深刻 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出 好角色的要素之三 是情感的真实 而这种情感的表达就是 第一 我们要理解笔下所有的人 无论是正面的 负面的 无论是主角 配角 还是更次要的配角 每一个人物在你的笔下 他都应该是一个 有生命的存在 你要赋予他 足够的个性 足够的存在的价值 就像上帝赋予我们每一个人 足够存在的特点 独特性 价值 所以当你在作品当中 要设计你的人物的时候 你首先要明白你的动机 不是要炫耀你自己 而是为着人物 为着人物生存的世界 为着人物的内心 所经历的一切 你要给他一个更真实的 有深度的表达 我们要卑逆 人类的有限 卑微和内在的黑洞 很多的道德的问题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作为一个人 你可以拒绝 你可以不去采用某种方式 不做违背道德的事情 但是呢 你在小说当中 你却不能只用道德的笔法 来批判你的人物 你只能引在地表达你的批判 你却不能一上来 就把他作为一个 违反道德的人物 横夹鞭探 否则的话 这个人物就没有办法 表现出他正常的人性的意味 所以从这里面我们说 我们要卑逆 人类的一切的有限性 内在的一切的黑洞 第三个呢 我们也要尊重人 对更高理想的渴望 追寻 努力 和无能为力 我们有的时候容易嘲笑 人物的软弱 怯弱 虽然他们心中不是没有理想 但是他们无能为力 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 是没有资格 对人物 任何一个人物 进行嘲笑 因为我们可能 就是那个无能为力 所以我们作为写作者 如果不能逼拭自己的内心 如果逃避 对自己本相的尖锐剖析 事实上 我们不可能写出好小说 好小说对于写作者 是有挑战的 这个挑战就是我们 要不断的 一而再再而三的 逼拭自己的内心 不逃避对自己本相的 一个尖锐的 面对和口袭 其实很多的时候 我们写小说 你越写的时候 你可能越不喜欢自己 你会发现 自己是这么的糟糕 内心的黑洞 如何可怕 而这个时候 唯一能够让我们得到安慰 和受到激励的 也就是说 即使我如此的不堪 我的神 我们对于笔下的人物 也当有如此的悲 好小说要素之四 风格 这一是我们今天想做的最后一部分 我们看呢 圣灵的店的风格特点 它就是 反讽是他的 非常突出的一个特征 反讽在这个当中的一个表现 是作者借用了孩子的眼睛 来观察别人对于信仰 这件事情的一个呈现方式 比如说两个表姐妹 她们从修道院里出来 马上就脱下那种 单调的修女服 然后呢 换上这个花哨的衬衫 然后开始在镜子前面 搜索笼资 她们在修道院里面的时候 那种对于信仰的虔诚 追寻信仰的圣洁 对这两个表姐妹 在她们内心深处 没有起任何路 感化的作用 改变的作用 而且呢 当老修女建议她们 说你们要学会 当有男性 对你们有不诡行为的时候 你们要和人家说 请诸首 我是圣灵的殿 这意味着我们是被分别为圣 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居住 我们是与众不同 这与众不同不是因着我们的外力 也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道德 而是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是圣洁 礼当活出圣洁的样式 但是两个表姐妹 对于圣灵的殿 这个表述 他们所拿到的 就是彼此称呼吸 圣灵的殿 假 圣灵的殿 就是 用一个很世俗的标志 抹杀了圣灵的殿 本身表达的 这样一个神圣 和她的一个提醒 当我们知道自己是圣灵殿的时候 你就特别知道 圣灵在我里面 我当做什么 当不当做什么 这都是有一个限度 而无名女孩 听到了这句话的时候 她心里面就会发生一种激动 她会特别喜欢这句话 仿佛是别人送给了她一个礼 她在这句话里面 同时看见了自己是圣灵的殿 也看见了别人是圣灵的殿 包括在他们家里面 那个拘谨的 害羞的 被她嘲笑的 古板的家庭教师 科比小 以至于也包括 她后来所想到的 双性人 被人嘲笑 被人当成小丑 戏弄的 这样的一个人 她认为她也是圣灵的 我们在这里面 所看的反反的力量是说 无论是那小姐妹 还是那些嘲笑和戏弄 双性人的 那群男男女女 她们都是主日要到教会里去敬拜 或者做Misa 或者参加新校的主日敬拜 她们都熟读 也能背下来圣灵的殿 这样的词 这样的句子 也都知道 我就是圣灵的殿 这样的一个表述 但她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根本没有活出 这样的一个 事实出来 那圣灵的殿的风格特色呢 第二个就是 她的夸张 这种夸张呢 有一部分就是 无名女孩在她想象当中的 她有她的暴力场景 就是那些殉导者 被火烧 被狮子咬 被看透 但是因着在这个女孩的 幻想当中 所以这种残暴的场景 她的这种残暴性 多少得到了一定的削弱 但是如果你看过 奥康纳的其他的小说 你会发现 暴力场景是她小说当中 又在再而三出现 只是呢 在圣灵的殿中呢 多少 被虚弱了一些 也存在 是在幻想的场景中 而在她 其他的小说当中 她们经常是 与人物角色 同时并存的 经常是有人被 枪杀 或者是 直接是自己刺杀 自己的双眼 或者是呢 遭受到了 非常残暴的一个 看到了某一种残暴的场景 直接从楼梯上摔下去 等等 她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要让我们知道 死亡的威力 和信仰的威力 让我们不要措施 我们在有生命的时候 对于信仰的认知 对信仰的实践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 人若不经历某一种暴力 人是不肯悔改的 这是她的一个 利用夸张的手法来做的 同时呢 这种夸张呢 她在小说当中 经常会写一些 身体不健全的人 在声明的殿里 她就写了一个双性的 她就是一个非正常者 那这种方式呢 也是为了 使这个小说本身 给人留下 更深刻的印象 那 虽然是有这种暴力的 场景 虽然有 畸形的人存在 虽然有这样的 夸张和反复 但是呢 奥康纳 在她的文封上 她写作的文封 如果大家看她的英文 你会发现 她的文封是很朴素和节制 当然也不乏诗意 但是包括她的诗意表述 也是很节制 她没有大量的 大部分大部分的抒情 即使进行这种形容 也都是很巧妙 也基本都是有节制的一个表达 她的用字 用词都很简洁 明快和有力 那在这里我简单的插一句 就是圣灵的殿呢 这篇小说 大家可以在网上呢 能够查到 好几个版本 但我推荐大家 阅读我翻译的这个版本 原因在于是 正名的电影 这篇小说 它的标题 目前为止 所有的翻译者 都翻译错了 只有我翻译的是 正确的 因为 其他的意志 都没有读过 保罗的书信 没有读过 格林多前书 他们不知道这句话 是从圣经里面拿过来 所以 从题目就开始错了 在整个的翻译的过程当中 只有一些描写场景的地方 是翻译得很好 有一些呢 我是借鉴的 因为我觉得 我在翻译那些场景 不建议的 能够告过它 但是其他的大部分的内容 都是我重新翻译的 因为 一个人 如果对圣经不够熟悉 其实是没有办法 很准确的翻译 奥康纳的作品 所以圣经的电影 我建议大家 要去阅读 我想我们也会 找机会 提供给大家 这篇小说 我的翻译的版本 我相信也能够帮助大家 更好地来理解 这个小说 奥康纳呢 这篇小说的这种文风 如果大家想要有一个 更有 这个 触摸性的 就是有一个 我想如果大家 愿意去阅读 奥康纳的英文作品 你可能对它的 文本的朴素和节制 包括用词的简洁 明快和有力 会有一个 触摸性的 一个感受 就是 基本是扑面而来 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去读 它的英文 那我们说到 好小说的要素之一 是风格的呈现 关于风格的呈现呢 其实 我当然是只能选择 一篇小说的 作为一个 例子 提供给大家 但并不是说 所有的小说 都只能长成 一个样子 在文体风格上 小说就应该是 多样性 不应该均于 某一种文体风格 所以从这个角度呢 我是不太认同 前一个阶段 有不止一位 中国作家认为 说中国人写小说 就应该是 这个文字呢 要简洁 句子呢 要短 不要有太多的 欧式的语言 然后呢 这个表述的 这个内容呢 一定要清晰 我认为如果小说 都长成这样 一个样子的话 那我们其实就等于 抹杀了小说的 多样性 尤其文体的 多样性 文学创作就应该是 文体多样性 如果你更适合 更愿意写 欧式的长句子 那你就把它写好 而不要出现 大量的语法错误 我这么多年看见说 有的人喜欢写 欧式长句子 但是呢 写的时候 却有大量的语法错误 那你还不如 写的短一点 来长作 但是如果 你是能够 很好的驾驭 长句子 那不妨为中国的 现代汉语的发展 贡献一份力 所以我 从来都不赞同 小说的写作 只能是短句子 尤其是 用汉语写作 如果是只能用短句子 我们等于是 拒绝 拒齿 和抹杀了 小说问题的多样性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并不认为 大家都要像奥康纳 那样 要只是文风 要 朴素 简洁 你当然可以写的 绵密和深情 所以第二点呢 我想谈的是 反访的设计 有助于小说 它的含蓄 运气和内力 可以让小说 有很好的 艺术的品质感 和成熟度 有可以回味的余地 和 多项的 一个解读空间 能够避免 小说写的 过于直漏 直白和简单化 但是这一点 必须地说 它对于作者的 艺术控制力 要求是极高 所以反讽 这种文风 不是每个人 都能做得了 但是呢 不能做得了 并不意味着说 我们就不做了 我们需要去追求 反讽的这种文风 是会让小说 有一个 很有深度 同时有成熟度 因为这是它的一种标志 所以我还是期待 大家在日后的写作当中 能够追求 以反讽的方式 来写你的小说 能够使 这个人物 情节 你的情感 都能够有一种 层次 不注意直接上来 就让人物替你发言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我们说到文字的风格呢 我继续补充一点 就是 你可以简洁明快 可以有大量的短句子 你可以绵密 申请 有大量的长句子 这都全看你呢 想要追求什么样的风格 但是呢 我不建议 你在短篇小说当中 有过度的竖起 因为你毕竟不是在写书 精彩分 同时也注意 不要呢 加入大量 没有意义的对话 除非你的对话 是有目的 否则呢 你一定要小心 你的用词 因为短篇小说 都是有篇幅要求 如果你在某一个地方 加入了大量的 这个 字数来表达 你的情感 或者是对话 那你就没有字数 去来刻画人物 就没有字数 来让人物的一个思考 有一个深度 所以你要小心 你的说情 也要小心 人物对话的含金量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说呢 作为一个风格的小姐 就是 我们对事实人情 和信仰的思考 它是需要有深度 和力度 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要有一个 很好的文风 这个文风呢 就是 它要成熟 它要顺畅 它也要节制 你若愿意 它有个性 会使你的小说呢 能够 你写的多了 它就会变成 你自己的东西 否则的话 你就容易模仿的 样子 才多 而这一期呢 都需要你要有 大量的阅读 和练避 你不在自己的电脑里 存上 几十万字的练习 其实想写出一篇 好的短篇小说来 是不容易的 除非你是一个天才 但天才 通常都比较少 而且那天才 如果不进行 足够的一个 训练和 自我的训练和 学习 你的天才的 这个才气 会很快被耗尽 好 我呢 就用今天的 这些时间 和大家分享了 好小说的四个要素 期待呢 对大家日后的 阅读和学作 都有帮助 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 张鹤老师 给我们的精彩的分享 那在这个地方呢 有几个问题 我们想要请教老师 第一个问题是 有同学问说 刚刚老师也有提到 就是很多翻译的版本 他们没有把那个 圣灵的殿翻出来 是因为可能 译者他们本身 不是基督徒 或者是他们没有 读过圣经 那所以有同学问说 如果有人 他是没有信主的 他只读出原来 我们这个基督教的信仰 跟不信的人 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还比这个 不信的人还不如 那这样子的话 老师会怎么样来 就是说 对人性的真实解剖 来诠释 信仰真意的小说 要怎么样应对 就是说外邦人 他们可能对这个 里面那种信仰的元素 或是对信仰的反讽 其实不明白 我们要怎么样 对他们的无知解读呢 看到了有同学在下面 所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自己的一个理解是这样 就是任何一个写作呢 他都是作者都会有一个 引在的读者 他会知道呢 他是写给谁读的 他不是给写给所有人的 所以像奥康纳也是一样 对于奥康纳来说呢 他写作的对象 所针对的就是信徒群体 和他有共同信仰的 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 他不是写给无神论者的 原因何在呢 是因为他更关注的就是 信仰的实践问题 我们每个人是以什么方式 来实践自己的信仰 他针对的呢 确实就是这个 自己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 那些信徒的个人生活 信仰生活 带给他的一个反思 他同时呢 因为他自己是一个 很虔诚的天主教徒 他自己呢 在这样的一个 寻求信仰的 寻求的过程当中 促使他就有这样的一种思考 所以我们可以说呢 你写错的时候呢 是要针对于你的读者群 你不要试图想说 我的东西要老少嫌疑 被所有人都读懂 被所有人都欢迎 那个呢 不是真正的好小说 那个就是叫流行文学 那个也可以叫网文 那个可以算是 被大众都喜欢的东西 可以这么讲 他一定不是最高级的 因为文学的真正的品质 一定是由少数人 才能够理解的 原因不是说大众更糟糕 而是说大众更不情愿去思考 所以一个写作者 真正能应该做的事情 不是要让别人喜欢自己 好的小说 正如真理一样 一定是带有冒犯性的 会让你不愉快 而大众是更喜欢被取悦 被娱乐的 但是一个有追求的写作者 是不应该把这样的一件事情 当成自己的唯一的目标 你可以去写 但是如果你的一生 只写这样的一种东西 只是为了娱乐 只是为了让人家能够读懂 人之所以很多的东西能读懂 是因为所有肤浅的东西 都是容易被人读懂 但是算是有一些深度 最关键的是 算是能够让人感受到 被冒犯和挑战的东西 都是被大众所拒吃和抵挡的 这个我们单单从福音的角度 就能够看清楚 我们会发现 如果你自己是基督徒 在你身边的基督徒的数量 除了你在教会里 和你的小组团契之外 你在你的工作场合 学习的场合 你会发现 你永远是少数人 原因是 真理是令人厌恶的 好小说也会令人不愉快 所以我在这里面 对于刚才那位同学的一个表述 是说 是不是要让所有人 或者是包括统治阶级 都能够看懂 那个不是很多的小说作家的 一个目的和诉求 他们最关键的是希望 能够使那些真的愿意思考的人 他们麻木的 或者是冷淡的心 重新被激发和挑望起来 但是这一群人 一定是愿意思考的人 我暂时说到这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有谢谢您 好那我们再问一下 有同学问说 小说一定是要虚构的吗 那如果说我们希望能够 从真实的故事基础改写为小说的话 需要做哪一些方面的处理 通常在西方呢 它一般对于写作是分两种 一种就叫虚构写作 一种就叫非虚构写作 非虚构写作呢 通常它一定是有这个 有原型 有事件的原型 人物的原型 然后呢 它对于事件和人物 包括一个事件发生在哪一天 那一天是星期几 那一天的天气状况如何 那它都不能够更改 这就是非虚构小说 对于史实的一个很严格的要求 但是虚构小说呢 也有事件的原型和人物的原型 但它确实可以 像那一天 像那十天 那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选择 如果事件可能是发生在某一天 说它是晴朗的 但是呢 你在写作的时候呢 你觉得那一天如果是下雨 可能更好的能够表达人物的性格 或者是对于当时的一个 场景 更有很好的一个气氛的渲染 那你当然可以在小说当中 进行这样的一种虚构 所以这个里面呢 可以说写作呢 是分艺术的虚构 和这种现实的一个真实性 就是艺术有它的真实 但是艺术的真实呢 是虚构的 那这个现实的这种真实呢 一旦进入虚构的小说里面 是可以被更改 包括呢 我们可以把好几个人的原型 捏合在一起 变成其中的一个角色 这是作家呢 尤其是虚构小说作家 常常会做的事情 问点有同学说 她很喜欢张爱玲的小说风格 但是有时候又会觉得 她的这个对人物的思考 跟刻画有点刻薄 那她这样子的风格 是否适合我们基督徒的写作 那如果想要模仿的话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或者是说老师您本身 对当代的我们的基督徒小说家 会有什么样特别的期许 就张爱玲 张爱玲是有很多的fans的 所以专门有一个群体 就叫张妮 张爱玲的小说呢 如果只读出来 她是刻薄呢 我觉得还是没读出张爱玲的精髓 其实张爱玲这个人 是一个非常的外冷内热的一个人 我为什么特别用这样的一个表达呢 对刚才有一个同学用一个词 张爱玲是有很强的悲悯 其实你知道 她有一部小说就叫传奇 我们呢传奇这个词汇 我们通常都是放在大人物的身上 说某某这个应该是一个带有 在历史上留有地位的 这样的一个某个皇后的传奇 某个皇帝的传奇 某个这个将军的传奇 但是呢 她的传奇写的恰恰是小人物 而且呢是在闺房当中 那些被漠视的女性的内心的真实感受 说她刻薄呢 我觉得是她采用的一种文字的表达方式 其实她的刻薄呢 如果你更多的看她的散文的话 你会发现她不完全是刻薄的 她对于生活的那种观察 那种洞察力 很大程度上是让人很感动的 因为她的眼光会关注到这些人 关注到人的最微小的那种 性情的那样的一个变化和无奈 所以这也是她对生命的一个洞察力 她其实也可以说是用比较冷峻的 这个笔法在写人生的冷峻 这是她认为这才叫相得益彰 所以她对很多的女作家 同时代的女作家 其实她非常不看好 原因就是她们美化了 当时的人的处境和女性的内心的处境 所以这是关于张爱玲 我觉得她不止 刻薄只是一个表层 不是她真实的那个精髓 那么对于基督徒的作家的期许 我觉得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忍耐 忍耐自己在一种很艰难的状况下的成长 此外呢 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更好的训练 这种自我的训练 因为我觉得我这么多年 在陪伴一些写作者 主类的写作者写作的时候 我有个很强烈的感觉 就是很多人是眼高手低的 就是有的人可能读得很多 但是呢 她写得很少 或者她不写 或者她写完之后呢 她很害怕被别人批评 以至于她长时间都没有办法进步 再有的人呢 就是他们认为自己写得足够好 不需要被培训 但是她拿出来的东西呢 确实是让人很遗憾 因为你明显的感觉到 她的训练不足 而且她对自己呢 整个的能力的一个认知呢 也是不平衡的 所以在这个当中呢 我对于基督徒写作者的一个期许 不是一个写作的能力问题 而是一个自我生命的栽培和成长的问题 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 更多的扎根 还有更多的自我的训练 而且对自己的认知呢 要看为中道 不要高看自己 也不要低看自己 要看得合乎中道 我们才有可能 从最微末之处出发 扎扎实实的 一点滴的写下去 这么多年看见很多 到现在呢 能够在创文 包括雅各文学奖 能够获奖的一些弟兄姐妹 我知道她们背后 所录出的努力和代价 她们都不是 乘着一时的才气 去获得这样的一个结果 当然还有很多的不足 但这条路呢 是我们要一起走 所以我还是建议我们 彼此忍耐 彼此扶持 OK 谢谢老师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刚刚老师在分享上 有提到说 好小说通常都要读第二遍 第三遍 甚至第四遍 我们才能够读懂 所以如果我们 想要写小说的作者 是不是也应该 把写出有难度 对读者有挑战意的作品 视为写作目标之一呢 当然了 我觉得 其实现在呢 非基督徒 大量的功夫 是用在网络文学 流行文学 因为他们赚钱更容易 现在呢 也有一部分 主外的写作者 也会把功夫呢 下载 小说的这种 就是写纯文学 这个方面 他们也在 很努力的寻找 能够 就把它也当做 一个目标吧 我如何挑战 那更好的小说 我觉得呢 主内的写作的资源 本来就不够多 真正能够用心 被上帝写作的人 也不够多 所以就我个人的 一个建议呢 你若是 没有一种 太多的生存上的 一个压力 那我建议呢 你还是把写 好小说 作为你的一个 前进的目标 和挑战的 一个山峰 你去攀登它 因为我们时日有限 我前段时间呢 一直给几个朋友 来展示 我做的一个东西 我给大家拿一下 大家看到了 这是一个A4纸 这个A4纸呢 我把它分成了几个小块 我这一个A4纸啊 我顶多能够分出呢 42块来 每一个块呢 代表的是一个月 我现在呢 这是我在2020年12月 设计的第一个月 这是呢 在2024年5月 这一张A4纸就结束了 如果我的生命 能够活到这个日子 也就是一个A4纸 那你就知道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 时间都是很短的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可供浪费 那我自己毫无这个 就是毫无信心 我能活10个次 这样的A4纸 活10个42个月 我没有这么大的信心 但是呢 我觉得 每一个月 我把它做成一个方框 那我都要看 我这一个月 我写了多少 我为我的神写了多少 我做了哪些 有些时候呢 不见得都那么顺利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这就是时间 你把它量化的时候 你发现 你没有那么多可以浪费 因此我特别 对主内的写作者 我有一个期待说 我要催促你们 不要浪费时间 倘若呢 你觉得 你写流行作品 能够赚更多的钱 能够报得大名 你若觉得这样 你是心甘情愿的 没有问题 我们每个人 在神的面前 都是要交账的 每个人在神的面前 的日常生活 也都是要过得 心安理得的 但是唐非如此 你自己呢 要奠量好 你究竟是不是 要为上帝写作 你若真是想这样做 非常期待 你给自己 有一个量化的标准 和要求 因为我们 没有时间可浪费 所以挑战的更好的 是理所应当的 因为我们的神 是拿他最好的 给了我们 这就像我们有 如果有机会 去一个自助餐厅 每个人花的钱 都是一样的 吃饭的时间 也都差不多 那你是拿那最好吃的 最能够饱足你的 你还是去吃那 边边角角的 无所谓的 天不饱你的 你一定会有考量 那如果你真有 这样的一个考量的话 对于我们的生命 如何投入在 我们的写作当中 我相信你也会有 同样的一个 思考和确认 谢谢老师 非常精彩的讲座 也透过您 对我们的Q&A回答 让学生今天 好像就是 豁然开朗 我相信也 鼓励了更多学生 要继续为我们的主而写 好 我们再次掌声 欢迎感谢 也谢谢老师 跟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 谢谢 好